今天干的活着实让我有一点手忙脚乱 在我上机子之前 已经在下面跟这个美女施工员沟通了一番 跟女性施工员一起打交道 你会真的觉得她很啰嗦 我在上面开挖机 她在下面嘴里巴巴的说的不停 她心里面一旦有了新的想法 你挖机干活的速度没跟上她的想法 她就会在你耳边一直重复的说 把石头挖过来 铺平作为基础 上面再进行填土 你们听我现在才挖一走土 施工员又在上面 交代要怎么挖怎么挖 搞得我都有一点不知所措 才刚开始做就要做成她心里面完美的样子 继续挖土把左手边也填起来 每天一层20公分左右就要用挖斗把它拍紧 两边现在做的差不多一样高 把中间清理出一条水沟 这女士公园真的不好伺候 完全要跟着她的想法做 这里没有做完 做那里 然后叫你这样那样 现在又叫把这个水沟挖通 等一下又要上去把上面的堤坝挖开 先把水放一半 水沟终于挖通了 开始挖上面的堤坝 挖这样的堤坝 可以从后面开始挖 挖到可以放水的位置 就要注意一下 惯性思考 堤坝里面的水这么多 突然一下放出来 考虑到底下还有装模板的师傅在施工 不能一下就把缺口打开 一定要注意安全 确定好没人过后 再把缺口打开 这么大的缺口 再多的水两下就流干了 继续听与施工员的命令 重新修整一个迷离板的堤坝 注意观察 前面看见有一条人走的小路 机子在往后退撤离的时候 也要把这条小路恢复出来 在农村干活 不需要你搞得多精致多漂亮 但是该有的必须要有 画面一转 挖机已经来到 镜头刚开始挖一大堆土这里 恢复土地 看见石头必须往后面清理 挖机走过的印子也必须挖松 往后面退 把多多土就拿来修建活床 按照施工员的要求 修建活床 必须给我做结实 用挖斗使劲地把上面拍紧 然后看起来哪里不舒服 哪里比较突出来 就用斗背去抹平 后退到活床的另外一边 就开始清理活里面的土 活床的另外一边也是一样 先使劲地把它拍紧 多的土往上面收 填到你感觉哪里需要土的地方 活床的斜坡 活底下的土 床部清理上来过后 看着这太阳还没有落山 离下班时间还早 不慌不忙 把清理上来的土 该压的地方压一压 地里面的土 该松个地方松一松 把土松一松 高着地方往低的地方前 要感觉整块地 看起来都是蓬松的状态 桥修好过后 人家大爷也比较好种菜 大概观察一下 没什么问题 转过来就往上面开 今天的活也算干完了 老铁们帮忙点个赞 接上一个视频 来看看时隔一天 东家的这个500多平方的田 已经被填得一大半 现在就还剩一个角落 挖机刚睡醒 用雨刮擦一擦 揉一揉 方便我们接下来好好的干活 现在是开到一个平台上面 平台下面船是石头 铲车铲不动 就需要挖机 把底下硬的石头 船部挖起来转出去 上个视频 挖机挖山 挖了好几百方土 铲车一天的时间 就全部把它端完了 现在东家的田 就还剩下一个角落 今天的目的 就是再清理出一堆 石头或者土 然后再用铲车端过去 把东家的大地巴 给它填起来 挖这个石头费了九流二辅之力 你问我铲车能不能把它铲得走 我也不知道它能不能铲得走 铲车的作用 可以一次性转掉很多土 它铲一铲 我的挖斗要挖山斗 但是它只能铲比较松散的土 遇到像这种石头的话 它根本没有办法铲掉 还是得需要挖机 慢慢的把石头抠出来 扔到外面 让它铲 前面的砖扎 还有玉制板 挖到后面 跟挖出来的土 混合在一起 这样铲车铲起来 就比较好铲 来跟老铁们打个招呼 镜头一转 就挖到了一个百分之八十的人 比较害怕的 我是真的比较怕这玩意儿 害怕到枝牙 吞口水 它好像还想跟我玩一下 吓唬吓唬它 它就走了 可能也是害怕我一抖子下去 变成血肉模糊了 还是接着干活 这里面硬的石头 已经全部掏出来了 有这么大一堆 但是东家看了看 觉得还不够 然后挖机又开到最上面 把地里面的土 再甩一些下去 东家有山 就是比较任性 害怕底下掏出来的石头不够 直接又叫我上来 再多挖一些下去 多了 剩下的也不怕 剩下的可以 撒平过后 拿来种菜 种个毛的菜 这里面又有水梨块 又是石头 还有砖头 我就不批评它了 今天的活就这么多 喜欢的老铁 可以给我点个赞 谢谢你们的发财手 请订阅点赞 请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 明天 终播 打赏 分枫 你 因为